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跌的就证明了一件事 不过今天好跌跌 前日是全6 今天有一只黑黑的就是不升不跌 不升不跌就叫做其他 其他只有一只股 那是中国龙腾基金 不升不跌 就是这样 在这些里面 其他都是跌到一只狗 没问题 最多跌的时候都是跌1% 跌1%有什么 有媒体 有地产跌1% 加息 钱走 黄金、贵公、钱加息 半导体 暂时来说都是看到供应链有问题 好了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件事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怎样去看这个事 日升日跌 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是一个建顶的期间 又会是日升日跌的 做底的期间 又是日升日跌的 就是一个就是 上升的期间 就日日升了 或者下跌的期间 是日日跌了 所以现在日升日跌 我还是比较对后市 是有点乐观的 我的乐观呢 是可以说 由自从这个是 2021年 大约是 12月 至到1月到来 就开始就说 走货 走货 很多都是短炒的东西 到今时已经跌了 差不多是12000点左右 跌了大概四成左右 怎么都可以够有这个支持 我们说有些股票 有盈利前景股票就好了 我自己个人就很简单 将盈利 你有也好 都要打倒吞 因为环境不好 所以将盈利大致上 就要约磨 将去年的 打个8折 再不适合打个6折 你看看 去到这样的情况之中 他们的PE应该多少 等等样东西的息又多少 你就算得到 所以今年 今时今日 他PE很低的 譬如去到8 4 由于明年的时候 盈利 少了半 少了不要多 少了八成 六成 小了四成 所以之中 他的PE 就立刻拉高了 所以我们除非在看 他是一个预期的东西 预期的PE 和预期的息率 是不是人家一定是对的呢 预期就一定是对的 世界不是给你预期的嘛 你说预期到今天落到九市这么多雨呢 不是嘛 就是同样好像很多人那样说 昨天美国那个是 这个通胀 市场预期呢 它是升8.1 谁知道现在它是8.3 那为什么那些人不会想起一样东西 是市场想错呢 你猜错 是你的责任而已 市场预期的 不是啦 这个通胀很超标 其实我们会看看 市场里面都是很多 万七人猜的啦 拿个拉的总数而已嘛 统计下有样东西 就统计出了一个8.1 那但是可能有点估计9 可能估计10 有点估计6 有点估计7 拉起来的数 就是8.1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差点1、点2、点3 好心理啦 很多的投资者就会给这个点1、点2、点3 就说 哇很厉害啊很厉害啊 多了个点1 算什么了 是不是呀 那昨天没加价 今天加价的 那你又怎样呢 是不是 我等下又会讲一讲 猪啦 好 我们首先看看一样东西啦 那这里的时钟 没有八指啦 这样的形状 我们看看 恒生指数啦 恒生指数这一道呢 不是奇博指数啦 奇指 那我们看到它 就已经到了这里 啊 这都是狗的嘛 是不是呀 这都是狗的 这都是狗的嘛 这都是狗的嘛 那你看看一样东西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这个位置是18237最低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这个位置最低是19063 今天就跌了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这个位置是19351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就跌了下来 但是 和这个昨天的那个是19330 这个呢 是19351 喂 还高过昨天的低位哦 昨天这个最低位是19330哦 今天这个暂时暂时啊 这个高位是1.351哦 昨天是19330哦 今天是19351是 这位置是19330哦 暂时你看到这个呢 这个最低位是多少呢 19063哦 这个是19330哦 这个是19351哦 这个是19351哦 只要今天守着这一道是这样 那即使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呢 到了这位置 是有一点支持的 这个支持是在于什么呢 是 我都说了 现在科技股呢 是叫做陀衰加 一前一排呢 之前那一年前 科技股呢 就是大到飞黄同达 那这些 这叫一朝得志 就语无伦次 花飞特城都说 笑什么呀 吵什么呀 看十年呀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你有股票 捱得到五年十年 也有到一个好表现的 这叫做真真正 在股票市场金融市场 可以全活下来 一两年的好东西 只不过就是火山爆发而已 其实 说那句 杀那光辉 不兆荣 是很对的 不过 这些人当时 不喜欢蔡峰华 说这句说话 因为蔡峰华说这句说话 有时得罪了那些粉丝嘛 就是当时杀那光辉那些粉丝嘛 杀那的 倒了下去 也都不代表它 倒了 不过当然 有一件事的 如果真真正正正 是这个市场上的运作 是不行的话呢 真正就迟早倒了 好了 这些好像讲得 无厘头的东西 其实大家要看看 什么叫有实力的股票呢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点 第一实力股 盲州国际 它养猪的 那你不看到了 实力了 昨晚有资金流入 那你还说 没有实力 昨天跌了狗的 都有资金流入 那为什么 很简单 最近 最近 猪价是贵了 20%了 刚才才出国内的报纸 一些报导 最近那月 那个月 猪价贵了20%了 那万洲是搞猪的嘛 那就OK了 那当然 它这些猪肉贵了20% 资料有没有贵到 其他有没有贵到 我不知道 不要这么说 不过 由于猪肉价格贵了 即是V2Pi 所以升了20%左右的话 那你还不看好下 所以基本上 就在这里 人家已经一路上升上来了 之前人家已经看到猪肉可以价贵了嘛 那升了上来 那最后一个调整 那现在希望呢 就怎么样呢 就是它弹上去 那现在这只呢 这只猪股呢 就是Pi是6.7 然后派息又6.1 不错啦 是不是呀 不是很肥 不过都滋了 那现在希望在这里呢 就站起什么呢 5.5之上 来到它吸了 为什么一定要5.5呢 现在这里5.4 最高的5.4号 6 5.5就是达到这些位 达到这些位 达到这些位之后呢 我们看看它 达到多少 这个位呢 这个位 最高呢 就是5.57 收市价呢 就是5.5 那你弹上来这里就可以了 那弹上这个有什么好处呀 好处很多的 弹上这个之后 弹上之后好处很多的 我们找回那个 就是箭嘴出来先 是 你找回箭嘴先 如果一弹上这里的话呢 那我就看到 弹到这个 那我们找得到它呢 有望条件 是去挑战这个高位 再跟着 如果挑战高位成功 那又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那又收回小一点了 挑战高位成功的话 那再升多一点 再升高多一点的时候 可以升到多少呢 但目标价去到6.5 那怎么看6.5呢 你看一下 要么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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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如果它升过了之后的话呢 如果它升过之后呢 我看它拉这个线过来 真真正正正不注意的话 真正正正不注意的话 真正正正不说得少 那你说它会不会去到这么多呢 那我们看一个预线图 预线图 它都有个9元的 所以如果一升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致上这个大约去到6.5 7元左右 不是不行的 只是去到这里左右 所以在这点里面 大家应该去看看 可以考虑一下 息口又不错 它OK 第二个推介的呢 就是维达国际 维达国际这几天都很坏的 资金都流出 今天都稍微流出少了一点 这么差的样子都可以看看 是的 都要看看 维达国际它在卖什么呢 那些卫生用品 那些纸什么东西 那我要看的就是看什么呢 在这里 如果一旦升破这个 1 2 3 4 加上自己本身 是五顶而破 下面这边就似乎捉了四个底 如果这里它再上弹破了 突破了这里的话 那是不是很好世界呢 上面是否可以看到这个位呢 所以有时候 去到一个跌到9的其中之中 我们要找到这些 去到这些这样的东西 很实质 你不用纸吗 纸巾啊 刺脂你用不用啊 用啊 是不是啊 那很简单了 那么维达国际呢 它现在它是P呢 13.79倍 息不是多 但是多 这个是两厘半息而已 那么 在这里来着的三年的盈利呢 就是1.37 过7和过8 每年都有些增长 息也都因此大肯给它估计 是可以增长牌息的 是4号7 5号6 还有6号3 若然 是一个是 叫做所谓的 家居用品股 它都经营了超过10年了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稳稳阵阵的东西 那就可以了 希望挑战四顶 一旦胜破 这个便值得要留意的东西了 那么我们买是什么才买啊 很简单啦 你站在19.5元上面 我就买你了 就是这个高位 就是你升破壮才买你了 就是这样了 另外一个今天要推介的呢 就是海浦瑞 差点不懂读的名字 之前有到这个资金流入 这几天有少少资金流出 昨天跌到狗那样 他资金流出 也不算太多的 今天立刻回来报复性 回升了 那我们看看他的股价 是怎么看呢 股价又是一样东西 在这里 如果他一旦升破了的话 这个位置 是怎样呢 是见出两个月的新高 这几天是有大成交支持的 这里的成交亦相应是多了的 他的PE是7.29倍 息率是1.44倍 不要吸引息率 不过 在未来几年盈利的预测呢 大行给他的估计 就说0.76 一元鸡 和1.2 1.2 和0.76的对比是怎样呢 差不多升值一倍 没有一倍 八成了 那派息率是怎样呢 大行估计的呢 就是派八个仙 一毫子 和一毫三子 人民币计价 那因此呢 在这点里面 很简单了 也就是等他突破了之后 先了 就站在6.7 上面才再吸纳 然后再跟着 就是如果是 升了6.7的话 就已经见出 两个月新高了 那现在又有问题了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好呢 他是一只科技股来的 他是做生物化工那样东西 就是生化的 那昨天 阿爷不是说 喂 对生化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要支持一下的 那最重要是这一只呢 他在做什么呢 很踏实地 做一些抗血型素的药 就是抗血栓的药 抗血栓 血栓呢 抵如血栓 血栓实际的那样东西 那这个在这个 这个Omicron这里面 很多后遗症 就是血栓 翻车都不碰 因为他不懂得扶症业痴 中医就碰一点的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是在卖的 第二样东西呢 他有几个project是在做的 都是癌症的 还在进入第几期第几期第几期的研究 有盈利的生化 的科研股 不是和你烧银子的 他派息给你的 而是有 可以看得到好的 那样东西 可以值得留意 那你说 他最高可以去到多少 那我看到预线图了 最高他那时候是19元的 那现在都6元鸡而已 6元鸡的时候你上去看看 不要多什么东西 看一点点 弄一点点 去回10元鸡 去回7个半 那也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属于这些 是有前途的新星 就不是一只烧银子 我研究研究研究 我都不知道你几时搞定 人家研究了 有钱赚 再继续投资 再研究 那这些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在现在的时间 去考虑吸纳的一些 有价值的股票 凡是不赚钱的股票 都是没有价值的 多谢大家 今天 介绍这么多了 投资是有风险 要独立思考